哈囉大家好 我是饅頭 去年我分享了幾個薰飲的開箱 我覺得都還算滿意 所以新的一年到了 當然也要來開箱囉 那我今天要開箱分享的就是薰飲的衣服 先來看第一件 第一件是短版的T恤 那像這種短版的白色T恤還蠻好搭配的 好像沒有什麼可以拿得到它的 然後在袖子這邊有做一個捲起來的造型 感覺還蠻休閒的 雖然它是白色的T恤但我覺得它不會很透喔 新的一年我也想要嘗試一下不一樣的風格 裙子的部分我就選了我平常不太會選擇的款式 選的時候我想說會不會很浮誇這種造型 做到之後實際穿上去覺得不會那麼浮誇 而且我覺得還蠻好看的 很像蛋糕裙的造型 然後它一層一層的 中間還有一個開叉 可以偶爾秀一下你的眉腿 再來是這一件 這件長褲我在選的時候 我原本很擔心它上面滿滿的格魯 會不會看起來更顯胖 可是我實際穿上去之後 我覺得它不太會顯胖 而且我一開始以為它是內搭的那種長褲 就我發現它不是內搭的那種長褲 這件長褲是可以直接穿出門的 然後它是高腰的 搭配剛才這件短版的T恤 我覺得就很好看了 再來是西裝外套 這一件西裝外套穿起來還滿平的 這邊有做墊肩 然後還有附腰帶 我現在在鏡頭上面看到 這個外套這樣穿起來還滿好看的 但是我自己照鏡子的話 我覺得它好像有點太大件了 如果再選小號一點 可能會更合身更好看 再來是這一件 我覺得這次我選的衣服其實都還滿浮誇的 那這件衣服就是一件還滿合身的衣服 然後這裡有一個大方便 還有一個好大的袖子 然後它上面是有一點點花紋的喔 穿起來是滿舒服的 但是我覺得它好像有一點點的T恤 那我們再來看下一件 藍色的洋裝 它這邊有做公主袖 然後這邊有附腰帶 它可以有不同的風格 如果把扣子都扣好 然後再用上腰帶 就會有一種很有氣質的那種感覺 如果不想要穿得這麼正式的話 那也可以不要使用這個腰帶 然後這個扣子不用扣滿 就會有一種有點慵懶 然後又有點偷穿男朋友的襯衫的那種感覺 然後這一件它也不會很透 我覺得還不錯 再來是最後一件 謝謝 這個就是今天的最後一件 然後我覺得這一件 真的很浮誇 我會選這一件的原因是因為 我發現有很多網美 他們都會穿全白的 或者是比較淺色米白色啊 來拍照 然後拍起來的效果都還蠻不錯的 所以我就自己也挑了一件全白的洋裝 結果 我覺得這個太浮誇了 我整個很不能嫁入這個風格 我穿上去之後 感覺它好像是 女僕裝的感覺 或者是 個子要高一點的人穿比較好看嗎 反正我穿起來 就是沒這麼好看 這應該是我開箱以來 最傻眼的一次 可能是我覺得我不適合這個風格 並不是說它不好 但就是 不適合 我非常的不適合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希望大家會喜歡 那新的一年就希望大家可以 順利找到適合自己的風格 然後越來越好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分享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在下面按個喜歡 還沒訂閱的朋友 記得在下面按下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 有新的影片就會通知你喔 掰掰